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善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变量的一个声明 以及使用 比较简单 接着还有一点内容没有说完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变量中的特殊情况 一个是我们的可变变量 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引用复制的一个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可变变量 那什么叫可变变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比较简单 记住一个原则就可以 等量代换的原则 这个等量代换的原则呢 以后在我们的程序中也经常的会使用到 所以说这一块先记住 我们来看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可变变量 test小线2 可变变量的例子 接着我们写成一个$A等于一个E 或者等于一个B $B等于一个C $C等于一个D 接着我写成一个I口一下 $$$$A 那首先呢 你看到上方的声明了三个变量 分别是ABC 那接着你在下方写的是I口 $$$$A 你看到$A的值谁啊 是B 对 那现在你碰到$B的值是C 接着$C的值正好是D 其实就是一个等量代换的原则 你这样写的时候就相当于写了一个$$B 接着又变完成一个$C 输出$C值是D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来看 test小线2.PRP 结果是D 没有问题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接着再往下 这就是可变变量 比较简单 再来看第二个引用复值 什么叫引用复值呢 先抛开引用复值为例 不说 首先我们在这生命一个变量 给大家画个图 生命一个变量呢 就相当于在内存中 开辟了一块空间 来存储这个值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内存 现在你生命一个变量 写成一个$C等于1 $C等于1 就相当于在这 开辟了一块空间 来存储你这个变量的值 它的大小为1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你又生命一个变量 你说写成一个$B等于2 相当于在内存中 又开辟了一块空间 存储这个值是2 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依此类推 那现在你来看 我们写成一个$I等于1 $G等于$I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把$I的值 负给了$G 那此时你i call$G 结果是多少 对是1 不用说 是1 那接着我再写成一下 我$G等于一个3 我对$G重新复值了 那此时你i call$G 那也不用说 那肯定是3 那我们$A是几 对 $A $I还是1 你看到$I还是1 并没有影响到$I 那首先你看到这一块 相当于是把这个值 负给了这个变量 把值负给了变量 那接着我们再重新写一下 同样的我们再写成一个 $I等于1 $G等于2 $G等于$I吧 在它前面如果有了一个 按的符号 它代表什么呢 这叫做取缔指幅 什么叫取缔指幅呢 来我们在图中给大家画一下 当你这么写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在这重新来 你上面的一个变量 $I等于1 在内存中就有一块 来保存这个值的 它指向了这块空间 值是1 那现在呢 假如说这是当中你家的房间 房间大小一平米 对吧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 假如说这是你们的门牌号 门牌号01 当中你们的门牌号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写上一个$G 等于按的符号$I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它们两个指向了同一个房间 它是取得这个$I的地址 其实呢就相当于 我找到这个门牌号了 我也进到你家去住了 它们两个指向的是同一块 内存空间 那现在它们两个住在这一个房子里 房子大小是1平米 它们想用的大小也是1平米 那当通过某个人努力 把这个房子变大了 变成了多少呢 变成了 假如说111 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你看到 它们两个想用的大小 是不是一样的 也在跟着变化呀 对吧 取地址 相当于这两个变量 互为别名 只向同一块地址 这样的情况 那接着你看 我把这个$I变了 变成111了 对吧 那这个$J肯定也会跟着变 这就是取地址 和负值这样一个区别 首先来看一下 我写成一个 i code$J 不用说 肯定是1 因为现在还没有变化呢 它们两个指向同一个空间 再往下 你说我这个$J比较努力 把房间变大了 $J等于111了 或者等于22 接着你说我在i code$J 不用说是22 i code$I呢 对吧 它们两个 记住指向的是一个房间 那$J把房间变大了 $I也跟着会变大 想用这个大房间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 也是22 这样的形式 好 再往下 它知道了 没有问题 现在呢 我们说 假如说$J不住了 发现这个房间 不合适了 它不想住了 那现在它就可以去掉它 那注销这个变量 我们可以通过 PRP中的一个函数 unside函数 来销毁一个变量 同样的 可以通过 unside函数 销毁变量 那销毁变量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变量 相当于这个变量 不在这了 它去掉了 人没了 但是房间在不在 在 那它想用的大小会受影响吗 不会 这一点需要注意 接着你来看 写上一个 unside一下 $I 注销掉之后 你再来输出$I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任何字 它的字为 now 看不到任何 但是我再看一下$J 有影响吗 我们来看 I call一个$J 它是不会受影响的 你看到 还是22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把它搞懂了之后呢 你的引用 引用 代表取缔值 就很 很简单了 那之后呢 我们以后再学函数的时候 也会用到 也会配当这种形式 传值和传引用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在这呢 把它搞清楚 下来之后呢 等到学到函数的时候 传引用的时候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两个特殊的情况 又学到了一个取缔指幅 and 通过and来写 那加上了取缔值 那就不是单纯的把值付给它了 是把这个地址也付给它了 这一点要分清 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下来之后 大家自己来做个例子 来实验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